当穿越到异世界 把性感农女还有妩媚的蜘蛛女 收入后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在2021年有一部神奇动画 月光下的异世界之旅 男主阿珍是一个长上平凡的高中二连级学生 一次洗完澡被送到一处神秘空间 神秘给男主解释 他的父母原本都是异世界的人类 只因为遇到困难 所以才与女神签订契约 条件是总有一天要献出一样最珍贵的东西 由于最近男主饱受魔族和亚魔精的努力 女神便召唤阿珍以勇者的身份来拯救世界 可下一秒 她就被女神给扔到了世界的尽头 她觉得阿珍实在太丑了 不承认阿珍勇者的身份 担心她丑头的因子会传染给人类 女神拥有极端的价值观 能问美貌才是全部 于是阿珍来到世界的尽头走了三天三夜 也没见到一个活人 可所有不远处竟传出了妹子的求救声 阿珍想也不想地朝着声音的源头飞奔而去 结果等待她的 竟是一只恐怖的双头狼 但没想到阿珍一脚就将她给秒杀了 而求救的女孩是一个猪女艾玛 她本来是猪村献祭给神龙的活祭品 获救了她将阿珍带回猪村 教导阿珍魔法 可没想到阿珍的天赋十分离谱 吓得她连忙拿出测试等级的卷轴 结果显示阿珍只是一个LV1的材料 隔天阿珍不辞而别 她感谢艾玛的无私教导 所以便打算替他们解决掉那个需要祭品的神明 圣 可没想到圣的真身竟是一条尚未青龙 所以阿珍施展火星魔法 圣根本瞧不起这低肩魔法 下一秒 她的身体就被火焰灼烧 并且阿珍迎面给了圣一击重拳 但被号称无敌的她终究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 她施展结界将阿珍困在幻境牢笼 然还没等阿珍沉浸在幻境的幸福中时 圣却因为窥探阿珍的记忆而产生了极大的情绪 那些来自现实世界的画面 让圣感到好神秘哦 从来没有注意到阿珍已经突破结界醒了过来 拿而自施的圣已经没有半点敌意 过去经历主动缔结契约 但因为阿珍的实力超强 导致5分的平等契约无法完成 最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圣无奈与阿珍签下了28分的主仆契约 在契约达成之后 威猛的青龙进化真诚穿着和服的能厌美能 圣除了精通幻术节节之外 她拥有支配独立空间的能力 她的压空间本来是一片灰蒙蒙的世界 但自从成了阿珍的普通后 这里竟绿意盎然 仿佛现实世界的环境一般 联想到女神对自己的敌意 阿珍觉得这片压空间可以隔绝女神的追踪 同时可以用来做自己的大本营 才合适不过 就让阿珍走出压空间后 朱莉艾马火鸡火料地赶了过来 试图劝说阿珍不要冲动女神 发生冲突 可下一秒 她的知识竟变成了阿珍的仆丛 整个人直接下云过去 由于神被收服不需要火鸡品的供奉 猪人族全村举行沟火晚会 清除这一好事 神还邀请猪人族 以及进入压空间生活 飞黄特达的日子 只日可待 脏活累活全交给猪人族 甚至还制造了一个迷离版的分身 来管理压空间 阿珍也在这里细细研究 神明交给自己的能力 可以以自己为中心 创造一个半球形的区域 在里面的阿珍可以对其赋予特性和效果 最bug的存在是这个技能不消耗魔力 所有研究魔法发现 自己拥有五种属性 水火 暗泥土 其中水使用最佳 很快压空间迎来了一只天灾黑蜘蛛 他就冲在阿珍记忆里的除妖剂 这是吃惊世界一切的恐怖异兽 阿珍利用火属性打算克制对手 白黑蜘蛛的再生能力超出了阿珍的想象 这样耗下去肯定会输 果然阿珍释放的防御结界 瞬间被黑蜘蛛攻破 主要众人以为阿珍要被黑蜘蛛吃掉时 他竟使用新的招式 利用火属性魔法 形成永久炮台的轰炸 最后蓄力一只 水属进了长剑 然后射出 瞬间打出整发效果 然后如此强大的招式 竟还是没能打败黑蜘蛛 阿珍的体力终于耗尽 被黑蜘蛛彻底擒住 圣也在这十月才反应过来 急忙打算去救援阿珍 可当赶到现场后却发现 阿珠 爱上了阿珍 圣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黑蜘蛛有M倾向 因为他的实力实在太强了 那久以来都没有人能给他造成伤害 现在他只想永远留在阿珍身边 所以便自作主张地与阿珍前宁契约 黑蜘蛛竟变成了妩媚的蜘蛛女 这之后的生活到底是该高兴还是难受 别人的后宫都是学姐学妹 可到阿珍这边 竟都不是人 几个秀 自从蜘蛛子成了阿珍的仆从后 雅空间突然变得更加热闹 圣和蜘蛛子带着自己的眷属加入 加上书人族 还有被圣连红带片加入进来的矮人族 一无人尊称阿珍为少主 就这样 心里糊涂组建了一支恐怖的军队 而圣也被阿珍赐予八之名 蜘蛛子被赐予灵之名 阿珍不忘自己来这世界的最主要目的 那就是寻找自己的父母 在一次外出时 他终于在这两不拉实的地方 遇到了一位金发人类大姐姐 可是对方见到阿珍后 立刻撒腿就跑 阿珍不明所以继续前进 在看到人类城镇后 就发现自己竟成了人类的敌人 最后发现 自己身为人类 金人族语言不通 原来女神与阿珍见面时 此与她能说出人族之外的语言 并没有赐予一世界人族的语言 为此阿珍闭关苦学一个月的人族语言 她发誓一定要打入人族内部 加上由于自身模拟过墙 阿珍最外特地研发一枚 一只模拟的戒指 最后戴上林和小八 要神一变大富豪来到人类的城镇 等到城镇之后她才明白 或许金发大姐姐见到她就跑的原因 只是单纯因为长了丑 被吓到了 整个城镇全都是俊男俊女 这让她特殊打击 不过这次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加入冒险工会 认为之前需要测试一下等级 阿珍一如既往的真实 贴大了LV1纹丝不动 男和林和小八却分别到达1500级和1320级 称了冒险工会最高等级的两人 夜晚阿珍和林外出 却遇到了一位落魄的小女孩 单位旅馆却从她这里得到一张画像 画里的女人 是小女孩的姐姐 但同时也是阿珍心心念念的心上人 虽然知道画里的女人肯定不是她要找的人 但那十分相似的外貌 还是让阿珍产生极强烈的心理波动 她不过得意地想要立刻找到画中的女子 那此时他们正被一群神秘的黑人给盯上了 不过这些人的实意真的太弱了 小八本想手下留情 结果随手一挥就把两人给杀死了 但幸好还有一人剩一口气被蜘蛛子救了回来 从记忆中他们发现了画中女子 就是被神秘人团伙给绑走的 于是阿珍命令小八和林去救出女子 两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记忆中的大牢 本来女子已经看起来像是被玩坏了 不过林出手救活了她 准备回去时却被一位黄猫拦住 她正是先前跟踪阿珍他们那群神秘人的头领 表面是一位正规冒险家 实则被地医精干歇而见不得人的勾当 她不相信小八和林的实力 所以打算用各种福利将两女纳入自己的麾下 本来两女压根没把黄猫放在眼里 但是她却对阿珍出言不逊 这只两女的逆临于是合力出击 就被黄猫的神机给挡了下来 阿珍提醒过两女不要随意使用力量 但现在显然是到了释放力量的时候了 之前小八一拳击随神器护盾 您更是随手挥出就是致命能量 虽然话中的大姐姐被救了下来 但人类城镇却因为小八和林的力量给毁得差不多了 不过能换来与学妹长相十分相似的托亚珈乐 这看来是完全不亏啊 她是人类女性的冒险者 之所以会被黄猫他们绑架 却是因为家族先被在讨伐魔物时 垄丢了祖传宝刀 从那之后 托亚的家族声望就一落千丈 为了可以让家族重回巅峰 她借了很多钱去购买装备 她算通过接取工会任务来赚钱 但最终讨伐失败 没能力偿还的托亚 就被红猫一伙差点玩坏 而被黄猫他们抓走了冒险家 还有炼金术师哈萨尔 以及女精灵路易莎和矮人骑士拉妮娜 一伙人聚在一起 向隔壁的齐格阵出发 因为小八和林毁坏了城市 所以冒险工会无法替他们登记 他们只能前往下一个城市组策身份 在这之前 为了防止小八和林吵架 而再次开战 阿珍利用小八沉迷现实世界的50剧题材 变得外出历练 成功将两个冤家给分开了 可林却无悔阿珍是想与自己独处 在发现是自己想太多后 一度伤那些凶残的魔物 就成了林发现的对象 可即便打了许多魔物 但阿珍的等级始终停在LV1 很快到了极客阵 阿珍就要与托亚他们暂时分别 总算到了可以独处的时光 宁光是想想就觉得满脸害羞 而等到了旅店后 他整个人都差点气炸了 阿珍在回到旅馆后 就躺在床上直接睡着了 林很后卫没有抓紧时间回调多余的床 利用超强实力的阿珍 似乎在感情这方面有些白痴 但或许是因为林和小八他们终究不是人类 而让阿珍从未有过其他幻想 一夜无事 阿珍带着林回到了压空间 这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室外桃源 并且矮人族还研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水兵力气 阿珍打算在这一世界做一个商人 正好他手上有一份兰特商会的委托 可是会早在见到阿珍的等级只有一级后 有些失望 可是下一秒 阿珍就拿出了委托所需的物品 会长一眼就看出了阿珍的不简单 于是主动坦诚需要这次委托物品的原因 原来他的妻儿子女为人下了高级诅咒 需要特殊材料来练制万能药水 现在材料因为阿珍而抽集了 兰特商会有人无数了久违的笑容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困扰他们 这个万能药水需要高等级的年金数值 下注的人已经死去了 最后阿珍表示可以提供一位年金数师 热人自然就是之前相识的冷冒险家哈扎尔 但当解药而制作完成之后 新的问题又来了 因为喂药也是一个难题 被吓揍的会长妻子 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智的怪物 行动迅速攻击力强 最后还是阿珍出手控制住会长妻子 让会长赶紧帮助妻子服下药水 虽然头发没能恢复 但理智和皮肤都得到了恢复 接下去会长的儿女也无法炮制 喂药麻烦也被阿珍解决 可来自兰特商会的问题却还没有结束 在走错商会的阿珍 竟被人给袭击了 小白也从外面历练回来 正与林等着阿珍 他们脚下出现一个魔法阵 可却奈何不了阿珍他们 在解决掉这些刺客后 回首的白毛莱姆赶忙鬼地求牢 其实他算是这次先来会长亲领的罪魁祸首 但也不算 因为兰特商会长期打压底层冒险家 虎儿出身的莱姆为了打爆不平 多次在暗中对兰特商会进行妨碍和骚扰 下周也是他被人欺骗 说到只是恐恶一下 但却是一个死咒 小白查看他的记忆后 发现他并没有骗人 并且这件事之后 莱姆多次去找会长道歉 管家一直在劝会长杀了他 但会长在看到亲女受害后 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只是要求莱姆不许再做冒险家 便宽恕了他 但小白却无意中听到了会长与管家的一番对话 会长表面感谢阿珍 但却已经在提防阿珍 因为如果阿珍也从伤的话 一定会在兰特商会造成打击 小白没有将这个事告诉阿珍 毕竟现在与会长的关系还没有团破 并且亚空间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有士兵都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 认为自己在努力一千万年都追不上小白 所以纷纷都没有动力修炼 由于每个种族的战斗方式都不相同 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为了防止能力泄露 所有人都会藏着噎着 但小白想到一个很好的修炼方式 那就是采用现实世界的仙侠电视剧 经常出现的个人排名赛 对战的目标不再是小白和阿珍 而是不同种族 放下一望的高奥展开全新的修炼方式 从这之后每七天就会举行一次全员比赛 一听到对手不再是小白后 以及这新颖的训练方式 所有种族的士兵都感到前所未有的乐血 毕竟这是关乎种族颜面 亚空间的罢工麻烦暂时就这样先解决了 阿珍带的小白他们去冒险工会重新注册身份 那让人没想到的是 阿珍的等级还是LV1 而小白这段时间的修炼已经变成了1340级 0还是保持在1500级 管理员小姐看到阿珍他们如此强大 于是提出一个请求 最近工会的强者莫名其妙受伤正在疗养 加上一群人突然转会 导致工会的委托根本无人问津 小姐姐请求阿珍他们替工会训练一队冒险家 连想到工会强者受伤可能是之前被自己一伙能打残的 阿珍也不好意思拒绝 想到之前那时的拖鸭他们 已经是一只等级超过100的队伍 实力也算不错 和他们的成长全都来自于小白的训练 高强度的作战训练 以及越基挑战 在小白眼里是废物的魔物 在他们几人眼中是不可能战胜的存在 如果是一只还好 但是一群魔物让几人都有些不自信 可所有他们整理出一套战术 利用配合让魔物群产生了伤亡 小白最后给他们的任务 是去挑战魔物首领 工会的小姐姐听到这个事后都吓了一跳 虽然百姬很强 但这挑战首领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等到黄昏 几男拖着疲惫受伤的身体走进了工会 他们没有失败 虽然吃光了所有的药身体也濒临崩溃 但任务最终还是完成了 看来在小白的训练下 几人在这小镇工会将会是最强的存在 处理完这些事后就开始左手经商的问题 但在人类城镇这边经商会有许多麻烦 亚空间一直有很多来自现实世界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旦拿出去销售定会乐销 可定价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所以阿珍打算开放亚空间的通道 在其中利用小白的能力 建造出海市蜃楼 这样既能保护亚空间的秘密不被流出 带到异世界 不过在人类城镇开店会受到女神的监视 阿珍暂时不愿与女神有任何瓜葛 于是听从会长的建议来到中利城市开店 他们决定研发万能药水 而主要材料安布罗西亚花也被阿珍他们找到 但花的地方似乎有人在守护 不过以阿珍他们目前的实力 只要不是女神守护 基本都能拿下 但阿珍还是希望可以以和为贵 于是阿珍邀请林跟他前往森林调查 等到森林后 他们果真见到了一大片安布罗西亚花 这个场面让阿珍回忆起了小时候的场景 于是身手让林牵着自己 两人走在花海中 林像其他小女人一样 依偎在阿珍的身边 可是独处的时光只有短短的30亿秒 守护花海的森鬼族将阿珍视为盗贼 任凭阿珍解释都无济于事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后面有三个人类盗贼 导致森鬼族认为阿珍与他们是一伙的 但现在除了被森鬼族追杀 林因为被打扰与阿珍独处而陷入崩溃边缘 一旦暴走可能会将花海都给毁掉 情急之下 阿珍将几个人类冒险家送到压空间保护他们 最后用自己的血 为给林拿他冷静下来 最后阿珍和林制服了两个森鬼族 没有伤害他们 表示自己是在商量沟通并不是盗贼 感受到阿珍的态度 两位森鬼族也没有再产生敌意 而是带着阿珍他们来到大本营 晚晚没想到 森鬼族里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林察觉到森鬼守护者的大叔师父 身上有一股不易察觉的气息 最终大叔变成古傲天攻击阿珍 却被阿珍一朝制服 小巴走出压空间 把古傲天带走 却被森鬼族组长冷除 原来在森鬼族跟小巴是岛相识 他们都在小巴建造的节线下 过着养老生活 在听到阿珍是小巴的主人后 所有人都下出一声冷汗 幸好之前他们没有太多无理的行为 而最终森鬼族也加入到压空间 成为新成员 那片花海的归属权 自然也落入到了阿珍手中 解决完这个事情后 他开始对古傲天进行审问 没想到 却牵扯到关于穿越的话题 他想成为上位种格兰特穿越世界 然而小巴却泼了一盆冷水 表示只有先穿越世界并活下来 才能成为格兰特 最终看古傲天虽然实力不咋地 但也有其他特别能力 开始怂恿于阿珍潜定契约 化身成人的古傲天 帅得让阿珍都有些羡慕嫉妒 但在下一秒 随着外面传出一声惊天巨想 强大的小巴仅吐血抖地 阿珍赶茫朗林给小巴治疗 修待了古傲天 赶往爆炸声的来源 现场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窟窿 在爆炸范围内的人受伤惨重 古傲天连忙给伤员治疗 阿珍近看到了记忆碎片 这是小巴的专属技能 是因为主人的阿珍 可以使用普通的技能 阿珍看到了记忆碎片中发生的事 原来爆炸的起因 是因为之前送进来的人类冒险家 再看到亚控间的吸油物品 就开始抢夺 其中有阿珍储存魔力的戒指 能量爆发就是从这发生 小巴分身 打下了大部分能量 但本体的他也会受到相同伤害 使自己的心乱害了手下 阿珍没有表情地找到了 幸存的人类女冒险家 自好没有心乱的手起倒落 解决完后 亚控间举行了一场葬礼 阿珍也明白 让冒险家进入亚控间 还需要更多的管理 不能急于一时 之后他准备带来古傲天 去中立城市调查经商的情况 可就两人在那传送证实 下一秒 一到晶天金光 冲入破天际 阿珍的气息就被女神给注意到了 他被女神强行送到了人魔战场